每年7到11月是虱目鱼的产季 不过近几年虱目鱼产量公固于求 鱼价逐年下探 加上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外销受阻导致虱目鱼产地持边价格 跌了至少25% 面对鱼价惨跌 鱼民赔本销售 有生计业者就认为 必须先自救才能救人 于是集结各领域的专家 打造一条龙的产业链模式 独到的养殖方法 获得嘉义县狮亡争霸美味组的冠军 渔民忙着捕捉虱目鱼 这是每年7到11月 台湾鱼堂常见的景象 虱目鱼也是南台湾的家鱼 全台以台南市养殖面积最大 约4980公顷 产量约24000吨 其中北门区的池边鱼堂 属于高密度养殖 每一公顷约饲养了8000条虱目鱼 今年我用高密度养殖 我养到12000回 为了经济效益 我用飼料 我用飼养管理来控制 要飼养出肉质鲜美的虱目鱼 其实并不容易 虱目鱼是一年一收 而且不耐寒 如果水温过低 会造成大量死亡 包括鱼塘周围的环境 吃的饲料等每个环节都必须靠人工细心照顾与定期检查 当这个环境不好的时候 它就会大量生长 那这个棗让鱼吃进去以后 它在体内 它就会释放出这棗的特殊的味道 那这个就是土味来源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是前天后的养殖人员在那边 所以造成了我们这一杯鱼塞 去年第一次参加 跟海水是一比的话 我们叫做死亡争霸 第一名是美味甲 我们是用心在养殖衣物 台湾施木鱼年产量5万吨 产值高达41亿元 内销占8成 不过近年来 临近国家菲律宾 印尼也大量养殖 导致湿木鱼产量供过鱼球 鱼价逐年下探 目前台湾在鱼产养殖这块 有点弱化 那当然就是因为过去的条件 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 那我们能不能在这里 用这种新的生物科技的方法 当我们现在的这个饲养条件变好 去年到现在的价格 已经当了25%以上 今年的鱼价这么坏 我们要自救 所以说全力投入在这一块 对鱼价产别 云民赔本销售 生技公司董事长林敏吉认为 要先自救才能救人 于是将原本在续情业的深厚基础 与专业人才 化领域投入水产养殖业 飼料配方 然后来养这个施木鱼 另外我们也用这个医生军器 改善我们的饲养环境的水质 跟我们相关的上下游产业 就在做这个生产率的加工拔赤 这一块是我们的理想 因为在南部台南市的水甲北门地区 是一个养殖树木鱼的大区块 如果说我们当作先行者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经验 分享给所有的养殖同业 以助人的心态 投入水产养殖业 不到五年时间 林敏吉团队的养殖技术 获得同业关注 他也期盼走出台湾专属 施木鱼的养殖模式 进一步带动水产养殖业的 积境整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